一瞬间 徐傲的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她瞧着目光带着点点探寻的三夫人 面上显出一丝柔光来 三婶子你不知道 昨个娘子在我跟前伺候的 她待了一整夜 累得都给晕了过去 娘亲赶紧让大夫来瞧瞧 一阵脉竟然发现她怀了身孕 说着她眉宇间露出几分责怪来 娘子她也真是的 自己搁的身子是什么样 自己竟然都不知道 不过也不怪她 她也没有怀过身孕 身边也没有有经验的嬷嬷 所以这才不知道这个 我今儿个身子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昨个半夜就让她先回房去休息了 大夫也说了 娘子她动了胎气 这两天要好好的静养 我也不敢打扰了她 三夫人眸子里瞬间闪过一丝锐利 怀孕 林若竟然怀了身孕 她咬咬牙 心里恨得厉害 那个丫头嫁到府里都多少年了 没有怀过身孕 怎么就等到她的长子要成亲了 就冒出这么一茬 她目光探究地瞧着许奥 却只瞧见她眸子里泛起的点点温柔 和即将要做父亲的激动 三夫人长袖下的手指奋力全起 努力地挤出一抹笑来 若儿还真的是粗心大意 不过这也是好事啊 我们徐家还没有出来孙子辈的孩子呢 若儿真的生下了孩子 那可是我们徐家的头一份呢 到时候我就要做三奶奶了呢 三夫人抿着唇笑笑 随即露出担忧的表情来 奥尔 你说若儿动了胎气 那可不行 这孩子太粗心大意了 等会儿我可要去训训她 这都是要做母亲的人了 以后可不能跟以前似的成天的胡闹了 徐夫人也反应了过来 听到三夫人的话赶紧接话道 三弟妹 你可不能再去训我家的儿媳妇了 哈哈哈哈 我家若儿现在可是大功臣呢 今后生下了男孩子 就是我们府上的第一长孙 大夫也说了 那孩子这两天要静养 三弟妹要看的话 还是稍稍过两天吧 徐夫人半真半假地说道 二夫人对这个问题 没有多少兴趣 坐在桌子边的凳子上 随手就拿起桌子中间 摆着的糕点开吃 她嘴巴里鼓鼓地动着 边吃边倒 三弟妹 那我们还是改天再去看直媳妇吧 要不然惊动了胎气 就不太好了 三夫人的脸色有些僵硬 却只能笑笑 那是当然 现如今若儿养胎 是最重要的事 二夫人可不管这些 一边吃糕点 一边喝着热茶 别提有多享受了 她吃完了就拍拍自己的手 一不小心 却瞧见了徐夫人包扎的手指 她从凳子上起身 惊讶地移了一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 她就指着徐夫人的左手 哑然道 大嫂 你的手是怎么了 还给包扎了起来 三夫人一看也是一惊 不过她比二夫人想得要多 她在大房安插得有人手 也一直让人关注着徐夫人的举动 知道她方才是从柴房里出来的 当然也知道她在柴房里的那一声惨叫 她眸子闪了闪 连忙起了身 上手就去看大夫人的伤势 当瞧见大夫人只剩下四根手指的左手 惊恶地瞪大了眼睛 这回二夫人也瞧见了 连忙也凑了过来 阿弥陀佛 大嫂你这伤是怎么回事 老天 这府里谁敢伤了您呢 大夫人眸子急转 瞬间已经想好了对策 她怒道 还不是阿末那个小蹄子 阿末 二夫人惊讶 她不是若尔身边的贴身丫头吗 就是她 徐夫人咬牙切齿道 左个儿若尔晕倒了 被查出怀了身子 她身为贴身丫鬟 竟然半点都没有察觉 不但如此 我说了她两句 她竟然还敢跟我顶嘴 我一怒之下 就把她给关到柴房里了 方才我去瞧她 原本是想放她出来的 毕竟是若尔身边贴身伺候的 可是她竟然仗着若尔怀了身孕 自以为了不起 目中无人 我不过说了她两句 竟然逮到我就咬 硬生生地把我的指头给咬掉了 这样的贱丫头 不知轻重 留在若尔身边 早晚是个祸害 我已经下令 让人把她弄死了 三夫人眸子一闪 那阿末好大的胆子 也不知道大嫂和她说了什么 竟然怒得咬了大嫂 言语中有探究的意味 徐夫人冷横道 哼 我不过就多说了若尔 进服时间不短了 好不容易怀上了身子 让她小心着伺候 她就非说我 瞧不起她家的姑娘 这贱壁 简直是不知死活 这一番话 说得滴水不漏 半点一点都没有 不但如此 还解释了阿末身死的事情 就算今后林若 从柴房给出来了 身边没有跟着阿末 恐怕也不会再有人怀疑了 徐傲听到徐夫人的话 微微松了一口气 三夫人也找不出疑点 只好低声道 阿末毕竟是若尔贴身伺候的 大嫂您处置了她 恐怕若尔心里会不舒坦的 一个贱壁 连我都敢伤害 若尔有什么好说的 三夫人想想 也想不出有什么不妥的 又安慰了徐夫人几句 就和徐夫人告辞 既然如此 那我改天再去瞧若尔 也传授点注意身子的法子 那就有劳三弟妹了 说什么有劳没劳的 三夫人称怪地瞪了徐夫人一眼 和二夫人一起告退了 那我们两个就不打扰 奥尔休息了 徐夫人送着两人出了房间 等两个人消失在视线之中后 她脸上的笑容 才彻底地落了下来 转身回屋 窗上的徐傲也沉着一张脸 瞧见徐夫人进了屋 她眉宇凝重的 娘 三婶子不是那么好骗的 现在是没有找出破绽 可她回去好好思量一番 恐怕就会找出不对的地方 所以 她抬起头 郑重地看着徐夫人 娘 要委屈您 尽快把林若给接回来了 一日 这一日是苏木槿回门的日子 楚王府早就备好了回门的礼品 这一天 苏木槿和楚黎 也特意起了个大早 准备回门 两个人简单地用过早膳 就准备出发了 紫罗和紫玉没有跟着 苏木槿让生肖和秋月 跟着一起回去 秋月毕竟是苏家的家生子 爹娘老子 兄长都在苏家 她也是这么长时间 头一次离开家里这么久 不让她回去 也有些不太合适 而紫罗和紫玉是孤儿 他们两个倒是在楚王府 和在苏家都一样 而且紫罗是个有主意的 想着尽快熟悉了楚王府 和楚王府的人打好关系 这样对姑娘以后 在楚王府立足也有帮助 紫罗和紫玉关系好 也跟着紫罗 所以两个人 对苏木槿的安排并无意义 苏木槿和楚黎一辆马车 生肖和秋月跟着马车而行 赶车的是墨岩 后面跟着几辆 随苏木槿回门的一些马车 马车里全都是楚王爷 亲自准备的回门礼 坐在马车里 苏木槿归心似箭 楚黎也瞧出来了 他坐在轮椅里 正在拿油纸包 包着小桌子上 瓷盘子里的绿豆糕 这糕点是他特意让墨岩 去宜然居打包回来的 要说葱儿对绿豆糕的钟爱 到如今都没有一点降低的意思 他这个做姐夫的 就给他弄了点过来 葱儿是大孩子了 你以后少给他带这些 反倒是苏木槿 不太赞同地瞧着绿豆糕 葱儿都快六岁了 马上就要去书院里念书了 还成天不离糕点 像个什么样子 他摇摇头 下次不要给他准对了 有心的话 就给他弄一些 笔墨纸燕之类的东西 他之后也用得到 我这个做姐夫的 头一次上门 当然要准备他喜欢的东西 楚黎清笑 包好纸包放到桌子上 你别担心了 葱儿聪明着呢 不会玩物丧志的 更何况只是一点口腹之欲 我下次再给他准备笔墨纸燕 苏木槿默然 他怎么从他的话语里 就听到了那么点讨好的味道呢 诗笑着摇摇头 楚黎是个很细心的人 昨天晚上就已经准备好了 搭上丫头和小四的迎客子 还给二叔二婶 三叔三婶 甚至连二婶家的那个小宝宝 都给准备了礼物 二婶家的孩子取名时 照着聪儿的名字取的 大名叫苏智 私底下大家都换小智 是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孩子 继承了二叔的儒雅 和二婶的灵秀 那孩子现在也有九个多月了 已经会扶着桌子边沿 慢悠悠地走动了 正是最讨人喜欢的时候 性子也好 见到谁都会咧着小嘴巴 露着小牙齿笑得开怀 这个孩子的到来 让苏家都变得热闹起来 谁有事没事的时候 都喜欢去逗逗他 因为苏智的出生 二叔是彻底地远离了外面的世界 安安心心地在家里照顾妻儿 只要没有特殊的情况 坚决不出府 老人常说抱孙不抱儿 可二叔对他这个儿子 针针疼到了骨子里 每天不见上一次都不安心 聪儿对这个弟弟也极为喜爱 每天都逗着玩 想起聪儿 苏木锦面上的笑容 微微脸了脸 他想尽办法 让聪儿疏远他 聪儿现如今对二婶子 的确十分亲近 和亲生母亲几乎也没有区别 虽然有了亲生儿子 可是二夫人对聪儿这个孩子 也是疼到骨子里的 不管是什么东西 一定是准备两份 就连聪儿的衣裳 他都亲手去做 他欣慰的同时 又觉得十分失落 想什么呢 楚里敏锐地感觉到 他情绪的低落 没什么 他摇摇头 既然做出了决定 就不该让自己后悔 马车慢悠悠地晃着走 马车外都是人群的喧闹声 苏木锦掀开车帘 瞧着热闹的大街 耳边听着大街上的叫卖声 他眸子里闪过一丝艳线 低声道 还是坐男子好 可以随意进出一些场合 楚里忽然就想到了 他先前女扮男装 去紫气东来的时候 毛子里闪过一丝笑意 马车晃悠悠地往前走 不多时就到了苏家的大门口 苏木锦扶着生肖的手臂 下了马车 门口竟然没有一个应接的人 他微微一愣 要说爹爹应当知道 他今天回门的 为了迎接新姑爷 也会在门口等着的 楚里也瞧出了不对劲 他什么都没说 门口守卫的小丝 瞧见了苏木锦 连忙迎了上来 大姑奶奶 我爹爹呢 小丝面色焦急 急声道 老太太突发急症 正在救治 老爷吩咐大姑奶奶 如果入了府 赶紧去瞧瞧 苏木锦一愣 老太太病重了 她皱了皱眉 老太太自从中风之后 就淡出了她的视线 有宋嬷嬷等人照顾她的病情 控制得倒也十分稳妥 而且府上 还有医术精湛的东方大夫 她这一年多 几乎都忘记了这个人的存在 没想到在她回门之际 老太太竟然病重了 是巧合吗 不管怎么样 老太太都是她名义上的祖母 这个时候老太太病重了 她怎么也要带着新姑爷 去看望一番的 略做思考 便看向楚梨 我们一起去看看 询问的口气 如果楚梨不想去瞧的话 那也就不去了 反正她和老太太 闹得僵得很 这个事情 府里的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而且她毕竟是新婚 老太太病重了 去染了晦气 也不太好 就是不去 也没有人敢挑礼的 去看看吧 楚梨靠在轮椅上 她知道老太太 不是苏木槿的亲生祖母 不过毕竟是晚辈 如果不在府上也就罢了 他们刚好赶上了 再怎么也不能不去的 如果不去 没有人在明面上议论 可肯定也在心里 骂苏木槿不笑的 她侧过头看着苏木槿 她毕竟仰了你爹爹一场 她心里微动 轻轻一叹 推着她的轮椅 就往春辉远走 楚梨说得没错 老太太有再多的不是 可到底都养了爹爹一场 她就是不看别的 也要给爹爹留一些颜面 二叔和三叔 心里也不喜欢老太太 可是那是他们的娘亲 真的老太太到了 迷流之际 最心疼难受的 还是他们 走吧 也不用人带路 苏木槿就推着楚梨 往前走 一路上小丝丫鬟们 都在悄悄打量新姑爷 瞧着新姑爷 戴着面具 坐着轮椅 再瞧瞧自家姑娘 脱俗的容貌 一个个虽然没说话 可都在心里叹息 对于那些 若有似无的眼神 苏木槿就当作没瞧见 秋月被生肖 打发去看父母了 苏木槿身后 就跟着生肖和墨眼 毕竟是在苏府 墨眼很给面子的 相当的老实 目不斜视 昂首挺胸地往前走 气势十足 反倒是他身边 和他并肩而行的生肖 头一次瞧见 这样规规矩矩的墨眼 有些不习惯 暗暗地瞥了他好几眼 墨眼感觉到他的眼神 在没人的时候 宠他咧嘴一笑 生肖当即别过头去 他就说嘛 狗改不了 这个墨眼 就不可能是个安分的主 苏木槿走得不快 他对老太太的死活 半点都不上心 慢悠悠地往前走 苏家处离来的次数不少了 不过每一次 都是偷偷摸摸的 这一次难得的 光明正大的欣赏 苏家的风景 你们府里挺好的 嗯 苏木槿低头看向处离 因为他戴着面具 看不出他的表情 他疑惑道 好 比起楚王府 他们苏家 真的算是十分的清寒了 嗯 楚离指着府邸里 碰到的小丝道 府里的人 很有人气 人气 苏木槿忍不住回头看去 这瞧见两个小丝 聚在一起说话 也不知道说到了什么 两个人笑得很是开心 他忍不住皱眉 两个小丝感受到他的视线 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 连忙低下头去 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楚离也看了过去 低声道 每个人的表情都很真实 他顿时漠然 他在楚王府只待了三天 三天之中基本都是和楚离在一起 偶尔出去碰到了个丫鬟和小丝 他们也都远远地行礼 他倒是没有发现这些有什么不同 不过楚王府的人真的很少 就给人一种特别寂静的感觉 说说笑笑的时候还不觉得 等人都沉默了下来 就会有种空荡荡的感觉 就会有种空荡荡的感觉